大家好,我是小冰 我现在刚起床 我等一下要跟我老公去高中同学聚会 这个聚会非常重要 因为连他前女友都会去 我们都现在老公的前女友面前 一定要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出现 对不对? 绝对不可以像一个生完小孩 身材走样子 会在家做家事的黄美婆 对不对? 可是呢,我昨天因为吃的太咸 所以我今天的脸的整个水肿 眼睛又很肿,眼睛又变很小 那我们现在的剩半小时就要出门了 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过这半小时 看我可不可以从一个水肿的脸 变成一个很漂亮的脸 很理想 要赶走水肿,我们就要加速身体的循环 运动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可是我今天没有时间啊 第二个方法就是热水澡 洗完澡还可以顺便整理一下 睡醒凌润的头发 再敢也要吃早餐 烧水肿喝咖啡是常事吧 咖啡烧水肿的功效比红豆一人还快哦 头发搞定 一起来做保养吧 我的肌肤保养情绪很简单 我觉得生活跟饮食才是美肌的重点 每涂一道保养品我都会顺便做一下消水肿的按摩 眼底啦,颧骨啦,腮骨啦 不要忘记把水液导流下去锁骨的位置哦 这个淋巴导流的手法 快学起来吧 其实我脸的水肿已经烧了 可是眼皮还是很肿 眼睛还是很小 这下真的只能靠化妆了 一般大眼的妆容都要涂很多层眼影跟假睫毛 可是这样就会有超浓妆的感觉 我今天就想要跟大家一起画一个 完全不用眼影的大眼自然妆 最近的肤框还不错 这样轻拍一层气垫底妆就OK咯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水肿 很多人肯定会猜我一定是用这种修容的产品 让我们的脸看起来没有那么肿 可是不会哦 因为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很肿 那你就会下很重手 到下午的时候你水肿已经消了 那你就看起来会觉得很奇怪 觉得你脸凹进去的 或是眼皮太深 所以我们今天呢用的是 是不是以为单眼皮的人才需要用双眼皮浇水了 只是双眼皮浇水还可以让你的眼皮看起来不会那么肿 调整你双眼皮线的位置 也可以帮你的眼睛有放大的效果哦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要找到理想的双眼皮位置 我们要先画好眼线 贴近睫毛根部细细的画一条很自然吧 iTalk这一瓶双眼皮浇水超容易用的 它是日本一体型双眼皮化妆品的第一名 有38年的稍收历史咯 在想要做双眼皮的位置均匀的涂一条线 闭着眼睛等它变成半透明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外指甲在眼皮中间按进去 再用外指甲的另外一边微调一下 我变大小眼了耶 超明显的 大家有看到吗 我盯进给大家看清楚一点 贴了双眼皮胶眼睛变得又大又圆 最近我收到这一盒Hybrid Frame 它是双眼皮胶跟双眼皮贴的结合板 可以做出跟逼真的双眼皮哦 Hybrid Frame不会黏住眼皮 它会变成一层薄膜让眼皮折起来 所以看起来也会更自然哦 你们看它的头比iTalk的头更小 使用的方法跟iTalk差不多 就是在需要的位置细细的涂一条线 然后眼睛往下看或者是闭眼睛等它变半透明 就可以用这个附送的小棒子 做出自己理想的双眼皮咯 最后提一提大家 双眼皮胶快干容易凝固 用完之后记得立刻盖上盖子哦 彩妆部分快好了 把睫毛夹翘 然后再刷刷刷 把它刷得更浓密 腮红要用很大的刷子 这样刷出来才会很自然 这唇膏的颜色很淡 可是也可以让气色变超美的 牛海放下来也有点小卷卷的 看起来很可爱 今天的穿搭 我忘记花眉毛等等 可是我的眉毛并没有太少 所以我只是会描绘一下我的眉毛 然后马中间空空的填一下 好吧今天这个妆真的是完成了 那我们最后呢就是要拍一张照片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怎么样怎么样有差吧 我们现在要跟老公去聚餐哦 生命者姿态出现 拜拜 哎呀干嘛 你干嘛 今天不是你前女友都会去的高中同学聚会吗 我聚会是明天啊 而且前女友是大学同学 你不要在那边乱啊 蛤 嗨 嗨 Tages 感谢观看